請問老師你現在半退休 那你時間都怎麼安排 其實在課一掃之後 我就預缺不補 不把課補滿 那那時候多了時間 我就想要完成我年輕時的願望 好好去玩一玩 所以剛才那個 麗邦 對 就是有提到說 那個先生他五十歲就要退休 去遊山玩水 我真的非常有感 因為我就是很想遊山玩水 所以我第一次就是騎了 我的小摩托車去環島一週 但是環完之後 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部容易下雨 南部容易日曬 風吹日曬太辛苦了 所以後來我買了一台三輪重機 三輪 對 還特地去考駕照 這個就是 對 那這個三輪重機 他就是有頂篷 對 其實他這是兩鏈的 對 前二後一 頭前兩鏈 後來吃一鏈 但是頭前那兩鏈比較小鏈 對 他就不會倒 比較不會倒 他怕曬 怕下雨 其實又加了一個頂篷 對 那所以這個頂篷是可以拆卸式的 所以我平常的時候 可以吹風在山裡面 可以很舒服 但是必要的時候 就把它加上去 對 你有同好嗎 有 我們三輪重機有一個 那個車友群 我們就會一起約出去玩 對 就是說你還帶著滑板來 對 那騎的重機是很過癮 但是臺灣有很多漂亮的景點 都是需要騎腳踏車 他禁止機車進入 所以為了這個目的呢 我就特別去想說 要不要去來個折疊滑板車 或者是腳踏車 可是這兩個東西都沒有辦法放到我的重機身上 因此呢 我就去買了電動滑板 那為了要會駕馭他 我還特別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開始學滑板 用了兩個月 每天十分鐘 終於學會了 電動滑板 對 他就是有一個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呢 就可以讓他自由前進 所以我只要按下去 他就可以風磁電池前進 這樣子啊 對對對 而且你看這很輕便 最快的能夠多快 他的時速並不高 大概二十到二十五而已 可是你如果比腳踏車 一般慢速的腳踏車還要快 然後他還可以省力 所以像我去到很多的景點 像臺東公園 超大 那需要花一天來走 我就用這個電動滑板 嚕來嚕去 超愜意 非常的悠哉 就是像這樣 省時間 對 就像這樣 這是你嘛 對不對 對 這是我 這在哪兒啊 這個是在臺中忘憂谷那邊 台中 對 這是臺中 那有另外一張比較特別的是 我從歐亞板塊 用滑板滑到海洋板塊 太平洋板塊 歐亞板塊 這是菲律賓海板塊 對 然後中間這裡 他就這樣子滑過去 兩個板塊之間 對 所以我都跟學員講 我非常厲害 那個486還用輕航機對不對 我用滑板就可以過去了 厲害 因為這兩個板塊中 就是連接在一起 對 是 在花蓮庫 這誰幫你拍的 這個我自己拍的 就把那個手機 用那個手機架放在那邊 他自動這樣過去 你不是碰到了一個女攝影師 對 就是我在玩的過程中 就有遇到一個女攝影師 她很厲害 一個女孩子 年輕的就跟立方一樣 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她獨自一人 但是她不是騎車 她是搭臺灣好行 那時候我跟她在三仙台遇到 那我們都被海岸困住 可是我們要到海岸 我們要沿著海岸線去到一個小島 去到那邊去觀賞她那邊的燈塔 所以我們就有一起前進 對 那本來是期待會有出現爆什麼火花之類的 可惜她跟我 爆火花 你說什麼 沒有啦 就是說能不能結伴而行 有時候去旅行 最有趣的不是風景 其實是人 人能夠帶來許多的故事 而且能夠讓你的整個行程會變得多采多姿 女攝影師也是單身 對 她是 她就是為了要取景 到處臺灣走走 找那個臺灣祕境 那只是她是跟我的方向正好相反 她來的 她要去的地方 正好是我來的地方 所以我後來就是跟她交換FB 然後約好說有機會可以再來 然後從來就沒有再聯絡了 好 這個是啟瞳拍的照片 對 這個在蘭嶼 而且要早上四點多的時候起床 要去等 等那個日出 那這個日出 她還有另外一張 有沒有 對 很漂亮 就是從這一張 然後太陽升起之後 變成整個金黃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只有紅霞的時候 你就在那邊等待相機要準備著 然後等她日震當空出來的一剎那去拍 就會拍出剛才這麼漂亮的畫面 這個是很有名 蘭嶼的軍艦岩 對 軍艦岩 很有名 呼一聲 這是 對 就是那個女攝影師 沒有 沒有 這是這是我老婆 對 她就是去太平山 因為太平山有兩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一個就是翠峰湖 翠峰湖是最上面的 那個頂端的地方 那它風景如畫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三星池 三星池就要比較辛苦的 要花兩三個小時去走 但是他那邊的風景也是超級漂亮 對 有映照天空 聽說你有一次是差一點 這個發生喪命的意外 對 其實爬著爬著不小心 難免會晃神 一晃神就摔路邊坡 那時候我就是為了拍照 然後拍照的時候腳沒有踏好 一不小心摔下三層樓高底下 對 那摔下去那一剎那我整個人昏過去 醒來一片空白 然後那時候第一時間一醒來 我只能說我真的是比較幸運 因為我剛好後面有背包護身 所以凸出來的石頭跟樹枝沒有砸傷我 然後摔下去的那個地方是泥土地 我沒有被摔到 可是我第一時間以為我半身不遂 因為我一下去那一剎那 我醒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昏過去多久 我一醒來的時候 雙手麻痺 然後刺痛 那通常這種麻痺刺痛 應該是脊椎出問題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心裡想 糟糕了 我成為山難新聞的一份子了 太娃娃會討論 你又是名人 就是我們的來賓 我們不討論 對你也不尊敬 那我沒有掛在那邊 好可憐 開玩笑的 好 那那時候就是 算一下醒來的第一剎那 我本來以為我會想到什麼 那個當老師的責任 媒體的倫理 承諾的那個通告 我應該會浮現這些 結果沒有 我一浮現的 居然只有個位數的親朋好友 而且我想到的不是他們 我們帶你不薄啊 你都沒想到我們啊 真的 那個放在後面還有想到 有想到 對 那時候第一時間 就是個位數的那些親朋好友 不是他們欠我多少錢 也不是我要給他們多少錢 而是我那時候心裡 一醒來的那一剎那 我心裡想 糟糕 這些人會擔心我怎麼辦 然後萬一我真的要掛在這裡 我的願望就是好好跟他們道別 了解 那我那時候 我突然有這個念頭 我被自己嚇到了 因為我覺得 我是當老師的 我一直都覺得 我對學生是有最高的熱忱的 但那一瞬間 我完全沒有掛記到這些 也沒有記到什麼老師的 那個身分或幹嘛 我只想到說 怎麼樣去好好的 對我關愛的人做交代 了解 而這些人其實都是 平常非常關心我 但是我完全不care的那種 所以我自己就 那些人是誰 那些人就是包括我的老婆小孩 還有幾個之家好友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